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银龙子大师的话 让我很受震撼 很受感动 他的画不是单纯的画 而且有哲学思想在里边 有很大的精神内涵 是他画的他内心深度的 他灵魂的再现 所以说他能传达给世人 一种非常正能量 让我们很受启发 很受教育 谢谢 我们来到这个银大师的工作室 感觉到眼前豁然开朗 是吧 他所想的这些东西 还有我们看到的他的这些画 当然和我们平时的那种认知 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又是一个领域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 尤其是他经过这个色彩上面 这种很绚烂的这些表现 还是很有震撼力的 然后他能把那个绘画的 这个具象的东西 变成宇宙浩瀚的 这么一种星空的感觉 我觉得也是一种 比较新颖的表现方法 我觉得对我们的所有的艺术 都是一种启迪吧 我们来到这个银大师的这个工作室 感受到的是一种很大的这种能量场 星空浩瀚 和光同尘 就是在一个很宏观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然后那个 他的这个画作也非常的有自己的风格 对颜色呀 包括对这个造型的这样的组合处理 我觉得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样的 不同反响的一个空间领域 我觉得很受益啊 很受益 非常感谢 欣赏了云龙子先生的绘画作品 我感觉到这些绘画作品不仅仅是一幅幅视觉传达的图像 它更多的是承载了文化 承载了智慧 承载了文明 云龙子 大师哈 他这个说它是绘画吗 那我们就当作绘画吧 它包罗万象 气象万千 而且呢它是传成了中国传统的 艺经啊 八卦呀 等等等等 它对华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发扬和光大 非常感谢云龙子先生 谢谢 谢谢